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地表最重要的财报 徽达周三公布财报之后 盘后营收大增了2.6倍 财测优于市场预估盘后股价涨了超过3% 也让徽达的盘后股价占上了1000美元大关 文旭好多相关的AI概念股全部都喷出 海基电ADR盘后也大涨 海基电今天盘中再创高到877块 直间早盘的时候气氛有一点点诡谀 为什么呢 我们的新总统赖青的总统上任了 提出了不卑不亢互不立数的言论 共军宣布今天明天在台湾的周围要来军演 早盘台并股是一度被吓傻 上冲下息跌到盘下 但是呢黑灰达相关概念股的散热族群 在这个早盘先跳出来表态台股震荡翻黑 但是AI概念股出来领这个多头的大旗 散热族群的旗虹今天创高 供到700块创下新高 低价的一拳供到涨停板 五盘过后银广也涨停 广运也涨停 好多散热股小股都飞上天了 但不止如此呢台积电的大股票 也带领很多的触国神山群一路走高 台积电上了台达电上了 连光宝科都一度攻到涨停板的价位 好 现在AI商机大爆发 电脑展之前我们不要拆高点吗 AI很强 可以抵御共军的威胁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 伟群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赵丽老师好 明君好 同学好 回答财报有够猛 台积今天有论坛也是很强 不怕共军来捣乱 今天台股盘中黑翻红 到底会喷到哪里去呢 不过今天热度最高的是 机器人概念股 所罗门今天的成交值 250亿元 是仅次于台积电 所有的网友都在讨论所罗门 你到底有没有极限呢 所罗门还没被关紧闭 主力很会控 今天一度的杀到盘下 就是要夺处置吗 如果所罗门续墙 机器人小黑马多挡也在轮掌 谁还可以买呢 很想知道 请问老肖老师 挥拿神兽级的财报 太亮眼了 那今天的散热股最先冲 除了挥达之外 不要忘记 5月底美超围的创办人 梁剑后要来台湾发表新产品 高价股的旗虹先创高 低价的一拳也冲锋 还有怎么样的个股后续的观察 来做留意还有空间吗 而苹果也要来拼AI不落对了 6月份的WWDC 先看一出端倪 有没有可能等到9月份 苹果新品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AI应用呢 宏家军的震威 不拉回每天攻高 宏准 有没有机会跟上震威的脚步 今天拉上去 拼前高有望吗 请问伟群老师的看法了 今天重要的是台积电的技术论坛 秀AI 细光子今天在尾盘喷出 高档强低档更优吗 那么台积电今天说 包含记忆体包含的载版 包含风策都要纳入生态系 概念股谁还有肉 请问赵丽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今天有多空的讯息 在这个交杂 多的来自于挥达的财报 真的是怪兽级的财报 表现非常优异 昨天盘后股价大涨 挥达股价占上1000美元大关 不过今天清晨传出来 中共要这两天在台湾附近军演 其实过去 每次遇到中共有军演的时候 台北股市反应都很大 今天早盘一度被吓到 跌到盘下 最低达到21,475点 不过没有多久 又靠着电子大军的吉拉 群情把台北股市指数 由黑翻红甚至尾盘 持续的都稳在盘上 大盘今天上涨55点 收在21,607点 成交量是5,098亿元 有量增 这个电子主流 大家都开始慢慢认同了吗 钱都跑回来了吗 台积电今天盘中 创下877块钱的新高 联发科也收复短金的 维影不得了 今天创高 正式超越 市新KY成为台股的股后 然后上次来问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最高公道21668 成交量超过5000亿元 电脑展之前 台北股市公高没有极限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抢 多方讯息来自于 回答的财报 财测包含了这个 要宣布拆股一拆十 加发0.1美元的讯息都优于预期 它之前2021年也拆股过一次 拆股之后就大涨4成 这一次还会复制贴上吗 神兽级财报全都击败的预期 真的非常强势 内容来看一下 资料中心年增427% 这个当然是主要的一个营运项目 专业视觉化年增45% 游戏AIPC18% 车用跟机器人也年增了11% 那现在看这个东西好了 解放军秘密麻麻 联合的力建军演 台股细盾 台湾的电子股力抗力空 那我想问一下老孝老师 我们通电子股来做观察 电子股今天很强 有办法抵御这样的一个大力空 但军工股表现其实也不差 今天明天两天都有这个 相关的演习在台湾股 台湾的附近来做这个进行当中 今天已经算是转为为安了 明天的行情又怎么样来做关注 那整理上我认为 永远针对市场 要帮自己这一道底线 就是我要极度乐观 或者是我是反面的 我看得非常保守的 不管是往上看往下看 一定要有一个 最基本的观察方式 举例以加权指数为例 我们是看21571点 也就是台股只要在21571之上 你理论上就应该要要求自己 面对股市就往上乐观 相对的万一跌落21571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好了 以今天加权指数为例 来 各位请看 加权指数现在收在21607 你不用抓太多 你大概就只有抓30点左右 就是说只要能去防守571 未来几个交易日 你就正向乐观看待 4571数今天高低一点加起来 对 因为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星期四 每个礼拜的周循环开始 21571有锁住的话 大家不用怕 今天的尾盘是有惊险的守住 关键就在于挥达的财报 给予大家AI的发展 很大的信心 老师 华尔街日报 或者是相关的 美国的财经头条 也都是以正面的肯定 来看挥达的表现 整理上的各位请看 其实就跟我想大家的预期 应该看法都一致了 就是说今天一大早 从华尔街 路透社 蓬勃 大家全部都在讲 就只有一家公司 也没有第二家的 只有你才讲挥达 也就是说 特别是AI的热潮 市场的看法 它会持续的 既然会持续 我们就应该要抽丝剥茧 去搜寻出 有哪些台股相对应的 这些标的 在未来将肯定是最大收益者 举例我们看一下左侧 我还记得 昨天明君特别提到就是说 因为整个AI PC我们叫世代交替 就好像是我们过去的功能型手机 转为智慧型手机 或是过去的这个大电视 变成薄电视 对 所以它绝对会推波助澜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举例市场我们来看过去 到目前最新的数字 这是挥达的营收 它所告诉你的 这个营收是暴增的 再来我们就做一个比对 因为我们认为 这里第一波最大最明显 我们在昨天提过 你未来只要 未来特别是未来这一两个月之内 主要你就看Dale Dale的重要性会比挥达来得大 一定问我说为什么 首先我们先看 这是今天最新的5月23号 全球针对挥达最新的评价 目前预计24年 25年可以每股予以来到25块 我们看挥达 如果去观察它的本益比 一个是37倍 Dale是19倍 那为什么要看Dale 除了我们在昨天去做比对之外 是Dale之外 再跟各位报告 这一次Dale请朝而出 什么时候 就在6月份 Dale将会有5款搭载 搭载挥达这个AI 所谓的智慧型生成 那么就是用微软的Colpilot 总共会有5款笔电正式推出 所以我们预期整体上最具爆炸性的 您就观察Dale 那相关台股供应链 我们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好 Dale这个笔电的品牌 他们说要推出5款的新款AIPC 在Computex上面亮相 AI相关的零组件跟Dale 相关的概念股 大家可以做注意 那我们先用台北股市观察 刚才老师说 只要未来几天守住 这个21571的话 台北股市就没事了 对 好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这一次台股之前是从883跌到19291 191 291这个上扬 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形态 叫多头战车 关键是这个逃逸缺口 就是出现多头战车之后 接下来台股往上 出现多方逃逸缺口的确定 有了这一波的一个上扬 接下来因为今天是星期四 最重要的一天就今天 今天虽然有 又被共匪先生倒八围对不对 台股盘中就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嘛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去观察 目前的周循环会落在 21571点 这是我们的底线 就是说只要整个大盘指数 维持在这个架构之上 它在告诉你未来整周 还是向上看的 那万一最坏打算就是 那跌落怎么办 跌落你就要适度小心 你就要观察 另外一个族群 我们预计整个美国制造 会重新再起炉灶 会有新一波的行情会启动 最主要就在于 特斯拉 马斯克发函给 所有它的供应链 他说这里从明年开始 他要求它所有供应链 第一个不会再由中国制造 可是相对的也没有台湾制造 他说他避开两个 你台湾制造的我没办法跟你买 你中国制造的我也绝对都不买了 所以代表说 整个过往这些供应链 全部不管是往美国 往加拿大 往墨西哥这边靠楼 我们预计除了AIPC之外 另外一整块 将是未来新一波的主流 所以我们很快就来看一下 加权指数的部分 2157就是我们把今天 已发生的最高点 目前为止台股最高点叫21668 最低点这一次的回档 是不是回到21475 那你一抓就肯定是21571 只要站在571 那就代表他是有手的 那持续向上做挑战 好 紧接着来我们认为呢 除了AIPC之外 包括这一次的像AIPC相关的这些 机器人的运用 特别最主要的我们认为呢 这一次跟辉达合作的6166的 凌华 像这种个股你听到了 新闻也看到了 那可以吗 那如果我怎么去判定 那股价能不能站在买房 我们讲过量先价型 就是说第一个你就用最简易的 其实你面对任何商品 当你在第一时间很难去判定 股价是往上或往下 那你最主要就由现在往过去看 你去找出最大交易量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第一阶段把最大交易量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你要去看 这个最大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这个价格落在68.7 也就是说如果商品价格 在这个点之上 它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价格 问题是我们看 各位请看 这里是不是68.7 那接下来是跌破68.7 跌破68.7最低跌到这里 这有合理吗 这不合 不符合 为什么叫不符合 一定要有新价格 这个新价格你要破57.8 它没有破57.8 代表这只是一般行径 它还没有真正走出 多方或空方的架构 OK 回过头来 现阶段是不是又站上68.7 最主要我认为是今天 各位请看 有没有这一根这么大根的 一个长长的黑黑棒 它今天开很高 因为它今天开非常高 往下收 问题是它往下收 是不是收在大集结的上 上缘 它有跌回整个集结区吗 没有 像这种只要不跌落集结区 我们认为将会有机会 展开非常亮眼的走势 好 林华有跟辉达深度合作布局AMR 自主移动型机器人 那今天多数的机器人概念股 因为最近太热 开高走低 不过呢 只要有守住 这个集结区的上缘老校 是认为在电脑展之前或之后 都是可以做关注的 但讲到AIPC AI手机 都已经还没推出 市场就被雨非常高的期待 甚至喊出了 明年的换机槽5000万台 老师 要大家留意的是 不只是零组件洞 通入股要扑货嘛 总是有机会受贿啊 对 所以你可预期的就是说 如果Dale这一次六月份 正式在全美 美国开始正式铺货嘛 开始销售 那我们大致上会落在 七到八月份 那最主要就看通入商 那通入商呢 我们认为现阶段一样 量先价型 去找出最大交易量 最大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肯定在这里 那你比较小心谨慎的 你可以抓出次大量 这里叫A 这里叫B 好 问题是 不管现在的价格 是不是都在A跟B的上缘 那就不用猜了 那它就是要往上了 你比较谨慎的 我们再去统计 过去这一段期间以来 我们讲过每一个价格 什么叫每一个价格 就是说每一个价格的交易张数 那么我们去统计出来 用符号来彰显 然后去堆叠 就去堆叠 它很明显告诉你 目前股价第一个这一次从高档做回撤 理论上标准 它是不是要来撤 撤这个集结区的上缘 那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昨天爆大量 虽然没有上一次的交易量来得大 问题是它守住 昨天大量区这个价格 它已经告诉你 它马上要做发动了 好 连强有机会蓄势待发 也是守住大量集结区的上缘 那相关的电子通路概念过了 夏老师也很贴心 帮大家整理出来了得分表 那很多还是持续五分的同学 有没有问题都可以 扫拉特跟老师来做询问 那老师来问一下鸿海集团 这两天最呛的就是2392的震危 震危的股价持续电高 那做连接器呢 也是跟瓶盖股有相关的 大家想说震危都上去了 那么红准呢 红准今天看起来也有一点点 表态的这个情况出现 前天的大涨昨天小拉回 今天再出发 怎么样来做后续观察 各位请看 其实它跟之前的台北股市 整个结构不是非常相同吗 这个叫做多头战车 刚好在今天 一个多头战车展现 假设明天是出现 向上的桃医缺口 那你几乎笃定就确定 就是它的 那为什么今天不来个长虹呢 对不对 最主要一样我们讲过 各位请看下方 下方叫交易量 交易量 你去找出最大量 量线价性 最大交易量 将说产生的交易价格 这个价格在65.1 理论上要不它就要大涨 不是大涨就是要暴跌 肯定要跌破48.8 然后呢 这个回档也很不给面子 也不跌回48.8 对不对 然后呢 就缓步在这边做横向 非常牛皮的整理 好 今天正式出现多头战车 然后我们去统计它 各位请看 你帮它往左边 把所有的交易价格统计出来 它很明显 这个大集结在这里 目前刚好压在这个集结区 问题是要对比左侧 那个价格多少 65.1 一定要65.1 所以我们截图的时候还没有 只有64.4 这里64.4还没 所以关键在于明天 它怎么去挑战这个65.1 如果能够有效 特别是如果假设是跳空的 那强度就非常高 它直接就告诉你 就不要再等了 那如果不是跳空 那你要观察 能否正式站上65.1 没有站上65.1 那代表这个整理 你要稍微忍耐一下 站上去了 那正式就发动 好 65.1是红准的关键价位 那元太昨天也召开了法术会 这电子子也是跟很多的 消费电子相关的应用 元太也是很多投资人 其实手上都有持股 持有的这档标的 老师我们从这个形态来做观察 你认为 它现在是不是在一个 非常关键的位置 对 没有错 其实我们过去讲过 我们讲量价里面就是 最主要交易量 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会得出一条紧线 对不对 那你说 我们每个交易量都画一条线 那整个画面不全部都是线吗 也不用了 其实你就把最大量 次大量 第三大量 最多就三个就够了 各位请看 有A 有B 有C 就三个最主要的交易 每个交易量不就得出一条 未来的紧线吗 所以分别总共有三条 哪三条 上面这里有一条 这边有一条 再来呢 在上个礼拜这里有一个 是不是 一二三 这三个的价格 分别是 217 219 222.5 也就是市场过去 目前它纠结在哪里 纠结在这三个点 就这三个点 那怎么办 那就等了 如果它的股价在217以下 那它再告诉你 我还没去 我还要整理 反之 你就千万 不能让它起来 去你223 你知道吗 223它说 我电子只重新再来 好 的确 这相关的原态的表现 我们从几个关键价位 来做观察 那今天老乡老师 在盘面上面 也针对了很多的讯息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老师有提出一个梗 就是说呢 如果说这个中美 双方持续的有一点点剑拔弩张情况出现的话 从特斯拉 马斯克宣布 未来这个产地 可能都不会选用中国 跟甚至台湾相关的零组件来做这个应用 可能可以找 在美国制造的概念股 也许是下一波 大家可以留意的主流跟族群 那大家如果对刚才老乡 是所讲的内容 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或者是搜寻这个LINE的ID 都可以找到老乡老师的LINE AT 那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的讯息 都会放在LINE AT 里面 他的节目直播也 这个连结也会在LINE AT当中做分享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提出咯 老师有空会跟同学们做互动 还有答复咯 观看一下 挥达神兽级的财报 真的太过亮眼了 那今天盘中电子股市散热先发动 高价的散热 骑虹创高 低价 郑老师说的一拳也冲锋 散热股的轮涨轮动行情 怎么做掌握呢 我们请问一下卫群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挥达的财报公布了 那的确是超出了花尔街的预估值 那么几个重点来看一下 到底有多强 公布应求到明年 挥达说根本没有空窗期 打脸亚马逊 暂缓采购吊单的传闻 那HUPPER过渡到Blackwell 是没有空窗期的 大型CSP贡献资料中心收入45% 那H200跟Blackwell 供不应求到明年 黄仁勋说 今年的营收光是Blackwell部分 占的比会非常的高 台北概念股跟着辉达飞 今天散热第一强 因为美超围呢 5月31号创办人要来台湾了 那谈后涨4% 带来也大涨5% 梁建后露脸 散热股市先来 这个集结迎接这个 美超围的来临吗 不过陆行之针对辉达财报 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满意 有鸡蛋里挑骨头 他怎么说 他说Q2啊 可能是280亿美元 计增5到18 他认为没有太好 就是可能这个成长幅度 不如预期有点降温 毛利率呢 也比上季之音少了1.5个PPTS 他认为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说竞争吗 让毛利率下滑 或是低价产品比重增加 甚至是呢 要求折扣大型CSP要大量取货 所以可能有折让的空间 那EPS估5.75美元 既简单升预期 公司是不是先给一个 比较保守的预估 就是不要给你期待太多 如果之后呢 表现更好的话 反而还会有上涨的空间 好 这是辉达财报呢 今天的最新的状况 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 就靠了辉达财报的加持 虎价向上冲 那辉达说 未来没有空窗期哦 相关的AI应用 不只是PC不管是手机 都是未来 整个消费电子的主流 PC手机导入AI新品热闹登场 那包含了高通 也切进了AI PC 那六月份呢 这个苹果也要发表 WWDC大会 也有很多AI的应用 老师这个新闻 我们看一下 第二条重点 记忆体用量增弹 高成本问题 仍需解决 是要告诉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吗 好的 我想基本上 我们昨天也说 回答一定是非常好 对不对 虽然说陆行之先生 有点鸡蛋你挑骨头了 毛利率74% 对不对 还要闲 还要闲 那没办法 就是这些外资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但是股票就是这样 涨多了 涨很多 有时候超涨了 真的不能追 对不对 你看到最近的那个 重点股就是这样 甚至我们昨天还提到 所罗门 对不对 今天就 今天就爆量下沙 当然 其实这个 股票市场就是 我们就是买好的公司 高成长 你看那 对不对 那个NVIDIA 为什么盘后大涨 第一个当然财报很好 第二个它要分割 对 它分割是1比10 1000块变100块 很狠 1比10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 我把它分得便宜一点 你们还可以买 对 对不对 那代表它 黄仁勋对它的股价有信心 对 它1比10这样的分 让大家又可以买 绝对是对它股价有信心 那当然其实 我们说其实AI就是 有信心当然来自于未来大量应用 对 现在只是伺服器就那么好 对 那接下来PC呢 手机 那各位同学 我刚才看到新闻 台积电那个 有一个共同营营 对 技术营营营长副总 侯永青先生 他说其实光是半导体 今年大概6500亿美金 到2030年是一兆 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认为说 这边就结束了 其实需求还会更大 现在他预估 今年大概是6500亿美金 但是如果到2030年 就是整个产值 对 到2030年会变成一兆美金 一兆美金 所以这边绝对还是多头 只不过今天早上没办法了 你碰到 共同营营 对 本来大家想说 惠达盘后大涨 想说今天一定要大喷了 300点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结果一早就开盘就杀下来 当然今天用台积电 用联发科 有去吻 用横海撑盘是OK的 但是就是会影响到市场信心 但是每一次 我想我们也这么多年 也在同学会经历过那么多演习 每一次演习 你看那时候 那个裴洛西来的时候 大家那个飞弹飞过来 大家下得要死 对 但是后来都大涨了 现在还涨到2万多点 所以我们还是说 找对的产业 这样说这个新闻也告诉你们 对 记忆体 你看到Highness 你看到美光股价都很强 对 好强 对 当然台湾 台湾的比较落后 台湾没有HBM 台湾只有台积电代工HBM 那当然受惠的是谁 3443的创意 创意股价比较低 这次又跌下来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去看 这些里面的内容 就像说记忆体 但是也会压缩到这些 像美光就开始去做HBM 那其他的DDR4 DDR5 就可以让给台湾的厂商做 对 就基本上 这边价格就会稳住 也是一个相对的支撑 所以我们说前阵子 做一下威钢 做一下军豪科小赚 他们就稳在这边等着攻击 所以每个产业的内容不一样 当然我们还是说 真的 多头没有改变 甚至半导体还是大成长 AI还是大成长 但是我们就是 不要去乱追股票 你看今天2359索罗门 2359索罗门 今天早盘还冲高 就没有涨停 盘中就打开之后 再接近尾盘股票就吓傻 因为大家觉得很奇怪 同样是机械盖内国2374的佳能 已经被关了 那为什么索罗门都还没有被关呢 那索罗门今天这样子的下杀 是不是竹力很聪明在夺储制 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但是你看 那量报很大 250亿 对 第一个你看它的 今天的成交量跟台积电差不多吧 很扯 对 很扯 一家这么小的公司 对不对 你本益比那么高 说实在的我们再把K线打出来 三十几块涨到183块 可是戴伟群老师 因为这个电脑的展还没有到 是 大家还在等 而且荣卷一直往上站 对 它现在就是筹码站 我认为就是筹码站 所以真的 发空 对 像这种真的就不要去乱追 你看前阵子 那我可以空吗 不行 也不要空 因为你如果说它要 对不对 到时候股东会或除权除息怎么办 对不对 其实台北股市 如果你去放空 在上半年其实讨不到好处的 对不对 你要等它真的说 营收都出来了 超涨了 你那时候再空 反正我们找低档了 对不对 我说这边今天本来你说 3443的创意 对不对 跌那么深了 对不对 创意来 好 我们看这个比较 对不对 背离了 那时候2000块跌到1090 对不对 然后技术面也出现背离 但是也很可惜 就是没有办法发动 就是受制于世新KY不够强 应该是 我觉得是演习的关系 世新 你看真的你说今天 灰达也很好 台积电也很好 他的子公司创意应该不错吧 对不对 其实市场的 法人的产业界的预估 他5月应该会不错 5月会不错 所以这边 当然如果你资金大的 创意就可以注意 也可以做一些价差 对 因为这个波动就大嘛 对不对 你看从1000涨到1400 一张就40万 对不对 一张40万 10张就400万 这个产业趋势向上的 我们可以去买 对不对 那你会做价差 可以赚更多 甚至你说3661的世新 好 3661 那天跳高出来 大家都先跑了 但是你看 这几天在整理 又回到这个红K的区域 它也没有那么烂 今天大概预估都80块到 70块到80块 那我们做到75块好了 75块今天大概2700 其实本益比也不高 对不对 70 28 40倍 你说这是IP的厂商吗 所以这边一定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表态 你看6669的围影 围影今天创新 正式登上股后 我们那时候一直跟各位同学 说最纯的果汁 我说你说伺服器的组装厂 不是广达 不是什么伪创 是伪影 你看它今天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如果说 它有办法创历史新高 是伪创广达那一块 或技嘉 今天比较没有表现 那后面会不会补涨 其实就要看位阶 我常常讲2382广达 最近比较强 对不对 它是因为高股息去买 但是真的我们把 你把时间再拉长一点 它真的涨很多很多很多了 对不对 涨那么多了 那你说 连四星都可以跌那么多 我们不要去躺浑水 肉也少了 对不对 你看3231的伪创 最近就躺在这边 当然它也有会反弹的机会 总要反弹 但是你上去真的也肉少 你看2301光宝科 对 2301光宝科今天很强 对啊 它也是跌得很惨才强 我们时间拉长一点 它是从174跌到94 被踢出00940 它是快腰斩 对不对 它是快腰斩今天才强 被00940踢出来才强 相较其他AI大咖 它算是跌比较多的啦 对 所以难怪今天反弹 对 所以你说 这边四星创意 甚至资源会不会涨 跌比较多的 对 这些因为它们都是最上游的 很多同学有四星 有创意 有资源 这几天都来找我 好啊 这边 真的我都说 真的我们要去做一些价厂 因为长线它们是成长 ESIC一定成长嘛 你说要做 做这些晶片 对不对 你这些组装厂是最下游的 没理由它们不会涨 但是要做价厂 好 那今天盘中呢 什么族群最先拉 那就是散热相关的概念股了 那我们知道相关的AI伺服器 一定要用到这水冷散热 那今天呢 这3017的旗宏 是突破了整理之后 再创高空到700块钱之上 那带动了低价股的一拳 我们有群老师提醒大家的 一拳的股价 也是冲到涨停板 91.5块钱 五盘过后啊 什么银广啊 广运啊 都向上拉抬了 散热这一块 真的非常多的投资人有兴趣 也觉得非常认同 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 老师这个高价 应该说了 位阶高的全部都创新高了 怎么样来做停力停损啊 跟后续的操作 好的 我想基本上啦 那时候双红200多 涨到700多了 我说真的 那一拳不错 便宜那时候四十几块啦 它也有做均热片嘛 对啊 打进台积电 对 你看到那个3653的建策 都涨到快一千了嘛 对不对 建策有没有 它也是做均热片 但是当然散热绝对是 AI的主流啦 但是其实说实在 大家还是在设计的阶段 还没有那么快啦 但是真的你说问产业界 有些公司其实是吹牛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当然你说对不对 时机到了 市场好 大家一起追 你看 对不对 以前也没赚什么钱 那时候四十几块便宜 现在九十一块了 所以这边也是要注意一下 量的关系 龙头的指标 第一个啦 还是3653的建策 所以各位同学你要注意 龙头指标是建策 再来就3017的旗红 今天旗红上去了 对不对 创高 3324的双红 对不对 但是双红最近也是比较整理 所以这边我是觉得啦 你有的就续暴 暴量你就开始设停力 不要做乱追了 但是比较便宜一点 这个我说红准也有机会吧 以前你说对不对 Apple好的时候刚开始对不对 那个那时候谁 红海开始代工苹果的时候 那时候旅美科 旅美科经济科 对 有没有 真的飞过一段 十几块涨到四百多 当然你说苹果现在就是 这几年开始找大陆代工 或者压缩代工厂的获利空间 或者说成长比较停滞 但是这次苹果如果做 AI的手机 那个换机槽可能会比较快 甚至更大 红准之前有做散热 甚至也有人说 它也有做机器人 你说本益比它 算是比较便宜的 你位阶来说 它在长线的低档期 所以我认为 像这种股票会比较 你进可攻退可守 而且又可以买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现实 当然你说大盘创高 震荡难民 又碰到一个 这个演习的事件 但是也是好事情 为什么 我说那就会把 把美国跟中国把它分开了 你说大陆一定很恨美国 对不对 那大陆的手机 它就不会用美国的晶片 可能会用联发科的 所以你看2454联发科 有没有 为什么那么强 对 它就是有点受惠于去美化 去美化的效应者 大陆没办法 我只要用联发科的晶片 那小联发科就有机会 甚至6526的达发 有没有 6526达发 昨天它真的本应比也算高了 今年第一季赚两块多而已 大概赚十块吧 涨到七百七 今天也是很强 所以为什么我说 跟各位同学介绍这些 真正的有料的 而且是趋势很好 技术能力又好 当然这一档更便宜 今天也是小小震荡一下 昨天大涨 今天小小震荡 如果说这边整理的时候 反而是很好的机会 有兴趣 资金大的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络 好 我们看一下 这相关的光学概念族群 最早冲出去创新高 是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据传是有抢下了 大力光前往四镜头的订单 第一季赚了九块钱 如果说有人郭先生 如果以后面几季 越来越旺的情况来看的话 可能郁金光今年有机会赚40块钱 四个股本 那郁金光的转强 老师光学概念股 其实你可以 你现在是比较偏多来操作 对不对 对 因为毕竟 你说像六七八九的彩域 昨天股东会说得也很好 台积电的小金基 对 她说 接下来第三季产能会满载 甚至可能要涨价 难得说要涨 因为大陆的CIS都涨价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彩域不错 那时候两百块涨到三百多 说可以先卖一些 但是下来这边还要注意 因为它是最上游的 当然小先进光更便宜 我也跟 它有什么利多呢 因为它的CB年底要到期 那CB的价格跟这个价格 差了五成以上 那大家都知道 你CB要到期 你公司派的一个做法 应该是就拉过那个转换价 所以这个 当然小资金的 也都欢迎跟我们做个加个赖 好 陆队伟群老师 刚才所讲的产业或族群 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尾群老师加个赖 或是搜寻赖的ID 那我们节目当中 内容都会放在赖里面 那如果说你想要追踪老师盘中 或盘前给的一些资讯啊 比如说提醒一些台北股市的看法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会跟同学们做互动咯 我来聊一下台积电 今天的技术论坛 大秀AI 那今天呢 尾盘的时候 细光值又喷出去了 4979华星光 未接很低连续两天 功涨停摆 那高档的强 低档的更优吗 那今天的台积电技术论坛 还有什么样的亮点 帮大家掌握呢 我们请问赵丽老师 休息一下 所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除了回答的怪兽及财报之外 还有台积电的技术论坛 好 瞄准千进股那就是台积电啦 回答神兽财报 台积电ADR盘后喷48 那台积电技术论坛 今天Google跟联发科都有到场 满足AI需求 先进制程 封装会持续的突破 大摩说台积 今年AI营收会占15% 那外资争相上修目标价 花期给1030 那小摩最低的又有900块钱 那今天呢 在台积电的高层就讲啦 AI需求成长曲线 就像昨天晚上回答的股票 大喷大涨 看起来是非常的有信心 那另外呢 铜价部分我记得 前两天我们赵老师有提到 你要做铜相关概念股没有关系 但是要留意到 如果是跟这个铜价 直接敏感这个连接的呢 可能要稍微小心 因为铜价的确有做回落 好 AI需求铜价 大多头可以走多久呢 其实我们知道铜价这两天回答 不过呢 包含了电动车 包含了未来发展绿能 都需要用大量的铜 而AI超级吃电呢 用电设备都要有铜 美国电力股Vistra 今年飙了百分之一百四四点七 大摩认为有钢性需求 铜价还会有新高 有望冲上伦敦铜 其货是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美元 那目前是高档震荡 回到了一万美元左右 好 今天有走这个 台积电相关概念股 跟铜概念股来问 因为今天2009的第一铜 就打到了跌停板 难道说明明这个未来讲 铜价还有新高 第一铜打跌停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铜相关概念股 都要就此休息了吗 还是说你认真找 找到产业发展的 不要找这么投机的 依然有机会 好 老师我们现在看台积电 还间谍的技术论坛 给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当然矽光子 当然这个Cowars 未来的制程的展望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你的第一张的CG 是来自于 美国加税效应 半导体链会赢转单 那集邦看好 连电力 机电跟世界先进等受惠 那刚好这三档呢 也是我们讲到的系中阶层概念股 老师怎么样来做观察 高阶制程已经喷了 那这承收制程 为什么会有转机 对 没错 我想台积电 当然它最主要是高阶制程 我想这部分不用再多做说明 那在所谓另外的 二线的晶圆代工的部分 你不管世界 不管联电 不管力气电等等 其实你可以发现 最近的股价 5347的世界现象 你看一下 我们讲完之后 其实股价也都是创新高 这个都很强 2303的一个联电 这也是相同的状况 这个股价也都创 那另外的6770的一个 利器电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 今天的股价也是创波段新高 你会觉得 记得沟平 那我跟你也创新高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逻辑 第一个就是 其实全球 假如以现在的股市跟房市 你像台湾好了 你觉得景气 在未来这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会衰退吗 不会衰退 财富效果 就会带动需求 所以成熟制程的部分会怎样 当然它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那当然还有另外的 中美的一个科技战 也有可能中国大陆的部分 金融代工 有可能会转单到 所谓的台积电 所谓的联电 台湾这一块 所以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就是说 之前的这一些 大家担心的 成熟制程会开始慢慢转好 那第二个 他们有些都有 系中介层的部分 其实股价来讲的话 本来就容易上涨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来看的话 其实它都有机会 那当然这当中来讲 你比如说 记忆体的部分也是一样 不管是你HBM 要用到所谓的系中介层 当然因为这种股本 说真的比较大 那这个你就等外资 叫外资买进的话 其实外资的目标 或券上的目标价 其实都比现在的 股价还有点高 大概基本上平均在 30块以上的一个水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机会往上 那当然包含了 所谓的系中介层 等等这些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Coors的部分其实来讲 大家有没有发现 真的系中介层的股票 比这一些的设备 还来得强 至少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6664的一个 其实 就在五日线附近 对 它就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这种股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去追 而是说它涨了一段之后 你不觉得 它也是高姿态的一个成立 那刚才粘店 等等那些利器店 那个就不用说 8028的一个 所谓三洋办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讲完之后是这一天 股价也涨了两成多 最高这样也涨了两成多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你去看周线好了 周线的部分 周线 对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周线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你不觉得就是 大抵完成吗 大抵完成之后带量 然后尊重这个地方 这边大概65块 所以今天 这一周的糕点 来到接近65块 是不是它要整理 要尊重一下 尊重个几天 我觉得这种 完了之后 基本上来讲 股价当然会创新高 我个人觉得 因为你这些的东西 我想之前讲过 就不再多做说明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好 你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发现 当然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利基电 或者是滑邦电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些也都是属于 所谓的细中阶层的一个部分 来 股价 你看一下 其实你把利基电缩小一下 你看一下 其实它的股价真的是很产烈 涨到两万多点 你看一下 挂牌以后 其实跌到这边 对 在相对低 它真的很惨 你看联电好了 联电是在这边 2303的联电 2303的联电 对 你看到联电的低点 是在这边 早就像5347的一个世界先进 低点大概也是一样在这边 你会发现利基电是 一直跌 那为什么现在会上来 其实最主要我觉得 就是有梦了 就不能再做过去成熟制程 相关的品材 对 成熟制程也慢慢的好了 没错 可是因为我有西中阶层的一个梦 所以当然就会相对上来讲比较好 那滑邦店大概也是相同的一个逻辑 好 滑邦店的这个故事 其实老师前两天有讲过 包含它跟机体 封测厂历程策略结盟 那搭配历程提供的2.5D 跟3D封装服务呢 也是要抢进先进风光 细中介层的应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深阳半导体 其实这档个股 我们知道题材面很强 那股价从老师一来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醒了 股价就持续在 昨天还上下新高 今天在高档震荡 你无限还很远 我老师今天要告诉大家是 你怎么样 上车之后不怕被甩叫被洗掉 筹码上面有没有什么猫腻 可以做掌握 对 其实你看一下 你只好有在观察筹码的部分 美商高盛从今年1月1号 卖到昨天 总共卖超 一万多张 几乎你看一下天天在卖 掌也卖 跌也卖也卖也卖 怎样几乎都在卖 结果昨天不一样 美商高盛竟然买超了408张 你不觉得他从今年年初到前 到昨天总共卖超了一万多张 结果昨天转卖回买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猫腻 大家了解我 之前的股价就是因为 它是卖超最大 所以当他转买的时候 我相信对筹码面 当然就非常的一个有意义的 所以大家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特别的一个关注的 好 从筹码上面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说之前 卖超最多的券商 油卖转买 那股价相对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后面还有空间可以期待呢 大家可以做注意 那我们讲到铜概念股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同 因为前两天铜很疯的时候 照料的时候提醒大家 小心铜价格已经要往下掉了 不要去追这种 比较没有这基本面投机性的股票 老师一同昨天爆大量之后 冲高今天就打到跌停板 你意外吗 不意外 因为我觉得大家以为铜 有铜创新高就要去买铜 可是那个铜呢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不是铜在回档修正了吗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跟大家报告 CCL的部分来讲其实 很担心会被扫到台风尾 对 我跟大家报告 基本上 当然你看剑抛的股价 这是在香港挂牌 对 它已经真的上来了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一波PCB的股票 有些真的跌蛮重的 跌蛮重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是因为 之前本益比高 它进行修正 有些是之前营收不好 所以涨动之后 当然要回档之后 可是重点来了 当它的股价本益比够低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特别的关注 鱼区你去追那些 不是说跌很深的股票就这样 你要看它未来的展望好不好 你要看它有没有提材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好 这一些我们就先不讲 那你看下一页的部分 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在所谓的PCB里面 你看一下5439的高际的部分 其他的股价 已经从156.5跌跌跌跌 跌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觉得 第一个有一点底部形态 底部形态完之后 那之前跌下来的时候 是谁在卖 投信砍光 投信真的有时候 真的 我们不要说很调皮 你知道吗 追的时候追高高 然后刹的时候刹滴滴 你看这真的有调皮吗 我那时候真的很调皮 好 砍到这样子之后 砍完之后股价不破底了 好 股价不破底之后 如果会不会涨 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 它的基本面 那今年EPS预估来讲的话 会出现大幅的成长 另外的 殖利率的部分来讲 4.3% 它的殖利率4.3% 投信卖光的充满 它是谁 AI伺服器跟车用电 那谁是它的大客户 台达电 你看一下2308的台达电 我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 2308的台达电 它的股价已经要慢慢上来了 那5439的 你说它的大客户 台达电都已经上来 那你说5339的高际 所以你看它的营收也上来了 连续两个月MOM都成长 这种MOM开始成长的话 其实股价是非常的有机会 好 高际连续两个月 营收出现了月增 那提醒大家 它的股价最近在低档 那投信呢 持续的砍杀似乎也告一段落 投信卖不下去 有没有可能已经足底完成了呢 那大家加入 我就先提醒大家 如果对在老师刚才所讲的个股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参考 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不管是扫QR code 输入Lite的ID 都可以找到老师的资料 老师有空在Lite里面 跟大家做互动跟分享 老师生羊伴 很多人都觉得 好可惜喔 就是节目看到老师讲之后 股价就大涨 一路是上涨了20%的幅度 跟大家介绍了 细中阶层这样的题材 那今天老师要告诉大家 一档潜力个股 有什么样的故事 没错 我想股票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 像这档股票来讲好了 其实为什么 从高点会慢慢跌下来 那当然就是因为营收 不如市场的一个预期 因为股价涨了之后 大家希望的 就是你的营收 不只是YY的成长 你MOM 还可以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成长 那结果当然 这样营收不如预期 所以股价当然跌下来 可是说真的 这一档 它也是AI相关的一个族群 大家了解的是什么 那你看一下技术面的部分 它已经回到起掌的位置 下半年又是它传统的旺季 第二个 第二个来讲 除了这样子 我跟大家报告 它跟深阳办 有大概蛮类似的题材性 非常非常的一个类似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股价 这个是周线 其实已经慢慢的 开始足底完成 所以我觉得 这种股票 那未来来讲的话 它也要 即将会召开 所谓的股东会 另外的部分来讲 它的董事长 基本上 应该也准备要换人 那深阳办事 也要换人 也要换人 新人 新气象 大家记得 我讲上班 新人 新气象 它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很多公司 在董事长要换人 如果不是健康因素的情况之下 也许是公司在管理阶层 或营运部分 他们会有一个蛮大的改变 对 没错 这个肯定的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这一档 大家可以 打所谓的一个 加入我们的一个Lite Lite 然后跟我们 咨询一下 其实我们陆续在Lite 里面都会放一些 所谓我们看好未来的 展望的一个族群 或者是个股的部分 你要记得跟我们打招呼 你不要加入之后 没打招呼 因为这样 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只要打招呼的话 基本上 我会把这一些的资讯送给大家的 好 赵老师针对基本面上面 他是非常有研究 那这档个股 看起来股价 一路从高点跌到现在 已经跌到之前的起涨点了 位置低 那他也有相关AI题材 也搭上伸扬伴 类似的这个故事 另外呢 董事长即将要换人了 有没有机会呢 股价在足底之后 重新的出发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赵老师来问 那老师有关快跟大家做分享